在今天的国台办例行发布会上 发言人马晓光就当前两岸热点问题 回答记者提问 马晓光强调 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 共同政治基础 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后的制度安排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 故意将二者混为一谈 是刻意误导台湾民众 那么两岸关系好 台湾同胞才会好 但是对于那些 开历史倒车 倒心一失的人和势力来说 两岸关系好 他们的日子就不一定好过 因此他们肆意否定九二共识 污蔑一国两制 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分裂立场 进一步暴露了 他们企图通过 升高两岸对抗和敌意 来破坏两岸关系 谋取个人私利的目的 相信两岸同胞 特别是广大台湾同胞 不会上当 针对美方声称 拒绝接受武力恐吓台湾人民的方案和威胁 呼吁大陆停止压迫台湾 马晓光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这里不存在所谓武力恐吓台湾人民和压迫台湾的问题 美方人员不应该不负责任的挑拨两岸人民感情 我们愿意以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 争取和平统计的前景 但我们绝不容忍台独 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民养当局 斜阳自重 那么我想广大台湾同胞不答应 两岸人民更不会答应 所以必将自施恶苦 此外 针对台湾某机构宣布禁止内部员工 使用华为手机和电脑的消息 马晓光表示 对于这类处于政治目的 破坏两岸正常经贸合作的做法 我们坚决反对 它不仅损害大陆企业的利益 也严重损害台湾消费者的利益 这种做法不得人心 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